氣衰則生蜜不遂,萬蜜就會長不大 世亂則禮匿而惡淫,如果世道混亂,禮就會躲起來,而惡淫 音樂亦會流向淫,即是過份 事故其聲,哀而不妝,樂而不安,萬亦以飯節,留免要亡本 這句我看過非常準確 其聲哀而不妝,一些歌曲是很哀傷的,但很不妝重 現在流行曲有很多都是,表現一些男女失戀,痛愛或爛泥 那些歌詞是將情感的抒發,吞到一個很過敏的情況 樂而不安也是,是很快樂,但很不安穩 可能那首歌曲的旋律很輕快,也有很多rock and roll 但你聽完之後你不會有一個平和之德,是很一時的一種抒發 萬亦以飯節,很輕慢,很散慢的旋律 嘀聲嘀氣,有些音樂,萬亦,亦即是變亦,轉來轉去,很飄浮不定 令人覺得,是沒有了那種很堅定的愛情在裏面 如果我們看回六七十年代,羅文或者徐小鳳那些歌,是很定的 但現在不是飄來飄去的,以飯節,即是犯了節奏,是不跟節奏的 留免以亡本,即是留於一種沉迷,免字即是沉 沉迷在一些聲色之中,沉迷在一些陶醉負面的情緒之中 而忘記了人的本性,忘記了人,亦有平安的一面,亦有和平的一面,平安的一面 現代社會是很猛烈的,生活節就很急促 孔子呢?想不到二千年前,原來也是這樣 廣則容間,他繼續說,這種音樂是反映什麼呢? 廣則是很寬容的,寬容到什麼地步呢?容間的 即是很寬容而容納到一些很邪惡的東西 譬如有些節目是很不好的,譬如掌門人 很明顯是那個意識是很不良的,對小朋友是很差的 但是社會要自由,廣則容間,容納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在這裏 俠則是欲,俠又怎樣呢?很俠藍 這些音樂是令人很俠藍地想著一些食色性也這些慾念 就想不到一些更加大,更加遠大的一些理想 這件事我想說一下,中國人是很著重食的 我也很喜歡吃美食,但是太著重食 基本上是把整個飲食節目說到精雕細鳥 很好吃,用料又怎樣漂亮,烹調的功夫又怎樣 這其實是很不好的 是令到你停留在,我努力賺錢 就是希望吃好些著好些,就是這樣 你永遠超出不了那個理想 所以西人,漢堡包薯條,當然我們不太認同 但是他這方面,他食的那方面,他不是太著重 他的理想是好,他可以有一些更加遠大的理想 而停留在食的概念,這個就是俠則施育 敢調唱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就是純粹是彈扣唱快,敢調唱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就令到你沒有了一個平安的心 任何偉大的發明,或者任何智慧的累積 你都要有一個平和的環境,讓它慢慢醞釀,讓它沉澱 上次葉校長說,沉澱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教育改革,朝令夕改,根本都沒有時間 去讓那些好的政策,好的方面沉澱下來 你不停地搞一杯水,那你怎樣可以做到呢? 平和之德,這個孔子提出 所以有這個,是以君子賤之 所以君子是看不起這件事,是賤之 故弱,所以樂者樂也,怎麽為禮樂呢? 怎麽為音樂呢? 音樂不只是說音樂,而是社會上一些聲音 社會上表達的一些聲音,一些文化 那個文化是什麽呢? 樂者樂也,其實孔子提出禮樂,是希望人類得到快樂 君子樂得其道,君子在禮樂之中找到一個道的 小人樂得其慾,但小人純粹在快樂之中 滿足自己的慾望 以道祭慾,則樂而不亂 如果是有一位祝福,如果你是有 aha 看到禮樂的道理 另外就是要祭慾你慾慾慾,那ain zit 你就會得到快樂 孔子不是一個清教徒,並不是要有十分エア 但它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你可以嘰來的是喈他那樣能夠承受呢? 是沒有太過份的,是虐吉德甚至從容之道 是樂而不亂 但如果以慾亡道,純粹是滿足自己的慾念 而忘記了原本的道理,人生的道理則惑而不樂 這樣就會迷惑,迷惑了,反而不開心 我以前有做義工,也有接觸過吸毒的人士 其實他們為何吸毒呢?不開心,他們家庭也有問題,讀書也不是太好 他們不開心,就找快樂,吸毒就快樂 所以人類是很悲慘的,他們想追求快樂,但用錯方法 所以孔子就說,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你一定要找到那個道理 以慾亡道則惑而不樂,如果你是純粹以慾亡道,追求那個慾念 忘記了那個道理,你一直追求快樂,但你永遠都追不到 惑而不樂,只會更加令你迷惑,更加令你找不到你的快樂 Pursuit of happines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也有說 其實這是人類共同的願望,都是希望快樂 但怎樣做呢?孔子就提出,以禮惡來達到 事故,所以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約束自己的情感,違反自己的情感 這是一種EQ來的,要約束自己的情感,控制他 以和其志,平和自己的心智 廣樂以成其教,推廣禮樂以成其教 推廣這個教法 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得意 如果禮樂推行得好,民鄉就可以看到他的德行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六七十年代的音樂和現在的音樂 很明顯你會看到不同的 Carpenters,或者他們那些音樂 比現在的音樂,你看到是不同的 如果大家有聽那個時代的音樂 是平和很多的,是純樸很多的 Country Music是純樸很多的 亦反映了那個時代 譬如許冠傑那些音樂 有些教育意義在裏面 那個旋律亦是沒有那麼急速跳動的 那個情緒,七情,喜怒哀樂 就不是stretch得那麼厲害 所以你看音樂 就可以看到社會的民風 這個就是孔子的看法 這一篇就是樂記